安藤老師 我要挑戰你 好啊來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藤老師 歡迎來到我們全新節目 生活助學王 這次的全新節目比較特別 我們會用動手實做的方式 將生活中常見的問題 用數學去解決它 讓你知道 數學並沒有那麼想像中的討人厭喔 那我們來隆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嘉賓 三個麻瓜 大家好我們是 三個麻瓜 我是鮑魚 我是嘉賓 我是鮑魚 那看到我們的穿著 應該都看得出來 我們今天要打排球嘛 我們今天要打籃球 我們今天要打籃球 那在全新節目的第一期 我有收到一個同學的投稿 我唸給你們聽 好 他說安藤老師 我想問我平常很喜歡打球 但每次都敗在投籃這個動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數學 來讓我們的命中率高一點呢 欸好同學 如果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會建議你可以去找鮑魚老師 欸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 原來同學真的那麼渴望 知道怎麼計算投籃的拋物線啊 那我們今天就來真的算算看好了 可是你們也知道說 就是投籃你們都很愛打球 對 其實會影響投籃動作的變形素是還蠻多的 對啊像是人家上前防守 直接蓋在你前面 那你這樣要怎麼投 你一定是要往後啊 那包括說像是你可能從小開始打球 你一開始調整動作 你覺得那些素是也會影響到投籃的準度 會啊小時候大部分都從下往上 那可能越來越有力了 可能就可以 就不要不是推奶 就是直接 對 了解了解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去驗證一下 這個公式 夠不夠準確喔 如果今天這個公式很準確 那是不是以後 我們體育課的時候 都在教室算角度 算拋物 我們等一下會設計出公式 然後再經由實測 來比較看看我們的這個命中率 夠不夠準 那你們聽到這個投稿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進這個同學 多練習 籃球那麼開心 幹嘛來踩上數學呢 我在芳瑜心裡已經想說 幹嘛上我每球都進 真的我覺得她心裡剛才一定是這樣想 她本身本來一定是這樣想 你看她回放她的表情 一定是這樣 絕對是這樣 不好意思我戴口罩 看不到 我們還是要回應一下同學的問題 既然同學提出來了 那我們就真的設計出公式 給同學看一下 那我們最後再去做這個比較 看一下命中率會不會有所提升 好那我現在就先來帥一波 你們再來想一下 這個會用到什麼公式 我們先假設 我們籃球投出去的速度叫做V 同學我們先去假設維持數 然後籃球運行方向 跟水平線的這個夾角叫做 θ角 然後X1 Y1 我們去假設這個坐標是籃球球框的坐標 以及我們假設時間叫T 跟重力加速度叫9.8 不要睡嘛 才剛開始而已 來啦來啦 同學也不要快轉 那我們現在可以先列出我們X坐標跟Y坐標 來長這個樣子 那同學其實可以從示意圖中看出來 我們的速度V相當於是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那斜邊乘上cosθ 這個是我們高中所學過三角筆的概念 它會得到是0邊 也就是我們的X坐標 那乘上sineθ 得到對邊 也就是Y坐標 但是同學 千值方向 是不是還會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 所以我們國三還有學過地球引力的公式 來 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必須要把它給扣掉 這個要扣掉 所以我們再進一步把我們的公式化解 同學可以把第一式帶到第二式裡面 然後cos分之sin再轉 tangent角 又可以再得到下面這個結果 那我們最後在經由公式解代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tangent值的表示方式了 欸 tangent 還記得tangent是什麼嗎? tangent sd 5566 energy 蛤? 喔漂亮漂亮 對就是那個就是那個 好 不過因為我們要討論的是拋物線 所以我們只考慮正根值的部分 最後最後了 我們為了方便tangent 我們y坐標 也就是我們垂直高度 跟那個我們投籃出去的那個sita角之間的關聯 所以我們就先去假設其他條件 所以等一下我們的距離控制在4公尺 我們等一下會離籃框4公尺的部分 然後我們投出去的那個速度 每秒8公尺 我們先用8公尺來代替 好接下來我們再去討論說 那我們的那個y坐標會是多少 那同學我們今天籃框控制的高度是305公分 也就是外面標準籃框的高度 那我們再把3.05去扣掉我們 因為我們會有身高嘛 扣掉我們的身高 也大概就是我們拿球距離籃框的那一段高度 所以3.05-h 用來表示我們的排坐標 好再來我們為了要探討說我們的y1 y1坐標也就是千錘高度 與我們投射角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就去把其他的便衣都給控制住 我們等一下投籃的距離 我們就控制在4公尺的位置 然後籃框高度 我們就是用標準籃框305公分 所以我們球距離籃框的那個高度 是不是就是用305 我把換成公尺 3.05公尺 減掉我們的身高 那這一段就是我們的y1 最後再帶回剛剛整理出來的那個式子裡面 我們整理可以得到說 我們相對應的投籃角度應該要是多少 那這個角度會是我們命中率比較高的角度喔 那剛剛講這個有聽懂嗎 有啊 3.05公尺 籃框 3.05 那你們籃球打了多久啊 就是從開始接觸到現在 哇 從小3打到現在 小2 大學才開始打 大學才開始打 那你們打的位置咧 我是前鋒 你是前鋒 得分後衛 小錢 好 那有點硬 你們有想過命中率跟我們今天的投籃角度有任何關聯嗎 嘿 我小時候我不知道 我都憑感覺 就覺得這樣投就OK了 就是抓一個感覺對不對 對 好 那這邊我們現在來介紹到 所以剛剛那個YY 我們籃框中心的那個Y座標 我現在為了探討它跟我們投球CTA角度之間的關聯 我們就先把其他的變應給控制住 所以重力加速度用 9.8代替 然後我們今天距離籃框的距離 我們把它先控制在4公尺 那籃框 標準籃框的高度大概是3.05公尺 我們先把這些條件給控制住 那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身高嘛 然後我們投球的時候 會佔一定高度 所以與籃框的那個距離 我們就可以用3.05 減掉我們的身高H來表示 3.05-H 所以最後再把它帶進去整理整理整理 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我們如果距離籃框相對應的高度 應該要用怎樣子的同色角來投 會命中率比較高 同學可以看一下 那最後確認一下你們的身高 來 方宇 165 165 180 180 漂亮喔 160 120 不是 160 160 所以大家的身高以剛剛155 沒有 180 好 165-180 差不多就是67度到68度的這個投射角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去看看說 如果以這個角度去投籃 會不會說我們的命中率會比較高 剛剛這個部分就是證明的部分 我們參考制就是生活中的數學一書 如果同學對這邊有興趣 你也想知道說 哇這個導的過程 那個每一個仔細的環節 可以用新台幣去支持原本的作者喔 好那我們就打球吧 終於 那我們要來說明一下等一下的進行規則 等一下我會請三個麻瓜 用你們最舒服的方式出手30秒 然後我們會計時看你一共進了幾球 接下來再改用這個 兩腳去 然後去測量說 你們在經由我們公式計算的黃金67度角之下 一共可以進幾球 看命中率會不會有所提升 來我們先來預測一下 你覺得用舒服的姿勢你會進幾球 三十秒是不是 對三十秒 十球 好十球 滿唬爛的 來再來 我大概六秒進一球 五球 五球 好 好三十球 OK來 你覺得如果你換成就是我們的黃金67度角 你可以進幾球 六十七度角是不是 十五球 十五球 漂亮喔 八球 八球 六十球 好 六十球 不錯不錯 好 那有搞動我們的規則了嗎 有 有沒有信心 有 再大聲 有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小兵選手就位完畢 倒數三秒 三 二 一 開始 唉唷 唉唷 第一球 差一點 我腳